这爱美是人类的天性 尤其是夏天 男士走在路上 偶遇美女和辣妹偷看两眼 很正常 男人嘛 但是偷看也得有节操有底线 台湾有一位男子 还是医学院的高材生的 居然是偷看美女上厕所 为了不被发现 什么招都使了 这怂样真是丢大老爷们的脸 长腿辣妹前脚才刚进厕所 下一秒就有男子尾随进入 只见他趴在地上 伏伏前进 疑似是被发现 赶紧起身逃走 偷窥色狼实随之位 没多久又再度爬进女侧 这次还把背包先放一旁 警方指出 这名23岁何姓男子 就读医学院研究所 上周日他到基隆市文化中心图书馆念书 结果竟在半小时内 连续偷窥两名女子如侧 一名女大身健壮 不动声色报警处理 警方调阅监视器 在图书馆歹人并控制家属 男子母亲气得当场赏他三巴掌 大骂他疏毒到哪去 感谢您的声音 感谢您的声音